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要提醒观众朋友不要松懈 出入记得要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请洗手共同防疫人人有责 接下来要带您进入今天的终架新闻 金融市长林友昌以主记者身份 率领副市长林永发及市府一级主管 与金融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等人 一起向先贤烈士上香 表达最崇高的追思及敬意 在完成秋季国伤大典仪式后 针对首批BNT疫苗运抵台湾 牛昌强调在国际疫情仍然相当严峻的情况下 非常乐见每一种疫苗能够进口 我想疫苗到位其实大家都很高兴 那这个防疫的事情 说实在是全国上下 然后这个民间跟政府大家一体合作 才能够挺过这个疫情的一个难关 我觉得其实在这阵子媒体上面 或者有些政党或者政治人物吵来吵去 我个人是不太以为然 那我想这个防疫的工作是大家都有共识 那怎么做在不同的位置上 其实当然有不同的想法 那我想大家可以把意见提出来 然后大家看怎么解决 到不需要说争吵来争吵去 那尤其是国际的疫情其实非常非常严重 这个其实大家必须要了解 台湾的疫情不会只是单独的 这个自己的一个状况 其实会跟国际的疫情联动 甚至连包括疫苗的一个取得 也会跟国际疫情有所联动 特别是很多的东南亚的国家 还有包括美国甚至是包括欧洲 疫情都在上升当中 而且是从这一两年来 都是处在一个高峰的一个阶段 所以可以说来在这一段时间 全球的疫情是非常严峻的 那我们非常乐见说 任何一种疫苗能够进来 牛昌也肯定 政府与民间企业团体共同合作 让BNT疫苗能顺利抵台 他强调地方政府的责任 就是做好施打准备 让每一位民众都能以最舒适 及最快的方式完成疫苗施打 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 BNT进来 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企业界 大家努力的一个成果 那至于在地方政府 我们就是会依照中央的一个 疫苗的一个指示跟规划 做好施打的一个准备 不管是在校园 还是民众预约的部分 都会用最舒适最快的一个做法 来让大家完成疫苗的一个 施打的一个程序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每年的金融市民联合婚礼 总是吸引许多新人 抢着报名参加 金融市长牛昌 今年特别加码 扩大开放到50对 不过原本预定 6月22号举行的 金融市民联合婚礼 却因为国内新冠疫情 大爆发而暂缓 让不少新人及家属 担心联合婚礼会不会取消 幸好近期疫情趋缓 不但降级解封 还放宽室内及户外的农流人数 金融市政府因此宣布 延到三个月的金融市民联合婚礼 确定在9月29号登场 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暂时延期举办 那现在因为疫情稍微已经降到二级 那户外的指引也到300人以内 那我们当时担心 因为我们50对新人 如果只有50对新人 其实就违反了防疫的规定 就是100人以内的相关规定 那现在大概中央的防疫值已经恢复到300人以内 所以我们决定在9月29号恢复举办市民联合婚礼 那也希望这个报名的市民好朋友也能够如期来举行 我想集团结婚是所有市民非常期待 特别是结婚是终身大事 也很多新人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暂缓了这个结婚的这个典礼 我们也从善如流 那希望让这个所有报名的市民的好朋友 所有报名的新人 有一个难忘的这个集团结婚的一个记忆 举办地点能维持在修复完成的历史建筑 政兵就与会大楼进行 主办的民政处方面表示 将做好相关防疫工作 希望让参加的新人与家属能拥有最美好的回忆 这个相关的防疫指引的部分 我们也会按照相关规定来举办 那所有的防疫措施 我们会让所有新人安心 那所有的管理的保障也能够安心 民政处方面补充表示 相关的鹤里及二十组游轮里等奖品都维持不变 还有免费的婚纱照拍摄 希望让新人们以最美的姿态迎接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画面上就是安乐区的恒安照护中心 担负着基务非常重要的长者照护任务 减轻长照家庭负担 非常辛苦 尤其在疫情险峻时期 更是重要的健康守护热点 因此立委蔡适应服务处 准备了二十箱的文旦跟防疫物资 来表达衷心的感谢与祝福 那我们都知道恒安照护中心 在我们基隆担负了非常重要的 照护长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长期以来也透过他们的协助 我们基隆的一些长者 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照顾 那我们知道现在中秋节快到了 那蔡适应立委这边 也特别感谢我们恒安常年来的 对长者的这些服务 那我们这边准备了一批的这个柚子 还有一个防疫的口罩物资 来捐给这个我们恒安这边 那这是一点点小东西 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感觉 让恒安的我们的工作人员 能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感谢跟关怀 那同时我们要在这边 要祝福我们在这边的工作人员 还有我们在这边的住民长者 在中秋节前夕 能够拿到这些东西 来祝福他们中秋节愉快 然后继续在这边开心快乐的生活者 真的非常感谢我们蔡立委 一直以来就是给我们很多 需要的时候就伸出的这个元首 那还有你看这个佳节将至 那也不忘我们在这边的一些长者 还有我们的员工们 真的非常感谢 这些柚子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前阵子 一个风災水災的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柚子看起来特别的珍贵 那尤其是这个防疫物资 也是我们一直都会需要的 真的非常感谢谢谢 记者黄瑞生采访报道 远景站在路口强力疏导交通 比起前一天严重塞车景象 确实明显改善车流顺畅 安和一街三叉路口新色红绿灯 9月1号开学启用 但驾驶人不熟悉 加上开学首日 车流量瞬间涌现 为了解决塞车现象 一大早金融市议员张之豪 秦珍 郑凯玲 与交通处警察局一同现刊 提出了改善方案 其实在这个路口 只要大家都有遵守目前的法规 其实它是可以迅速也可以顺畅的 只是问题就是在于说 早上在赶时间的时候 其实大家不见得有办法 全部都照着这个这里的规定来 就是不论是红线停车 或者是左转等等 其实这个时段其实是禁止左转的 那所以说现场的其他的 所有的与会的单位 其实大家都同意 就是耗制的设置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耗制的这个微调 要尽快的开始 我们今天有在现场跟相关单位 还有教徒室还有警察单位 四分局这两个都在这边 我们还有校长这边 我们研究的就是说 我们三个时项 我们两个时项操控 上山的时项让他直走 不要去管控他 然后下山的时候 以左边学校这方 给他一个时项跟着下来 然后右边表现20秒时间下来 我想这个上山跟下山 直接的顺山的度 有的话就不会再次 但是再次呼应 我们早上这个时段 到学校的右转的方向 上山右转的方向 是一个顺向 左转是禁止 所有的相关单位 都已经来到现场 来现在做一个微调整 希望说把秒数 或者是方向 或者是时项的差别 秒数能够把它改善一下 所以今天在现场看的时候 已经改善非常多了 所以现在交通处 现在在眼里说 如何改调整这个秒差的问题 所以也请说我们李明跟家长 在这几天在试 在试办的期间 是不是请大家稍安物照 除了说李明 大家的上班的时间 不要耽误到以外 也要注意到我们学童的安全 虽然第二天交通大致顺畅 但学生家长担忧 光靠警方强力执法 只能短暂的治标 不能治本 尤其是下雨天的经验 交通拥舍会更严重 如果今天不是警方的话 他的强制力不会那么够 如果只是打破志工 可能他们的强制力不是那么够 我们用我们警察同仁下去做一个灯号的运控的操作 还有加上辅助指挥 那从这个同仁下去指挥的状况 可以证明说 上下山的民众的车流的部分 可以借由双向的两方面的畅通 那调整秒数 可以来做一个调整 那再辅助我们警察同仁的疏导 主要是因为道路条件的关系 因为它各项都只有一个车道 所以说每个车道 它因为用十项轮放的时候 就是它会有它的 轮到它的绿灯秒数 它才能够去做行驶的动作 那别人说它主要是因为车流它比较多 所以说在这个路口 它在疏散的这个时间可能会需要比较长 那呃后呢 这是你们接下来的 呃后我们还是会持续观察嘛 希望能够去做一些 呃 一些秒数的调整 然后呃 再去配合这个警察单位的这个疏导 经过现场实地的会刊 涉案府交通处与警察局 将针对秒差和实相进行调整 找出最适合的方式 让车流量更顺畅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导 白色粉色的停车阁 应该驾驶人都知道 是富佑专用的停车阁 但仔细看 孕妇旁多了优先两个字 让民众误以为当没车子停时 应该可以停车 不过事后却收到罚单 罚单上写着 停在富佑专用停车阁 且没有放置识别证 当事人很不满 上网诉苦 质疑这是文字陷阱 果然引发了网友论战 回到信山路 孕妇专用停车阁 周边妇产科林立 市政府很贴心 尊设了富佑停车阁 不过地面上的文字 似乎让人觉得怪怪的 但也有网友说 没有识别证 本来就会被警方开单 挡风玻璃上 放着一张识别证 像这样粉白相间的停车阁 专给孕妇 或者有六岁以下 儿童的驾驶 警方执法时 若没有识别证 就属于违规停放 将处罚六百元到一千两百元罚还 这个专用车阁部分 还是它有它的专用性 那有关民众 针对这个 表现有文字上的疑虑的部分 我们会来进行做读销 那后续我们还是会 持续宣导这个专用停车位的 专用性 那也请呼吁就是 市民朋友如果在 停放这个专用车位 就是它 停车阁位内部 有这个粉红框的部分 还是要特别注意 切勿这个 没有相关的识证 或者是实际有需求的部分 也不要来做停放 避免遭受警方取定 设置孕妇停车阁本来是美意 但没想到却惹出了争议 政府已经将地面的文字 屠销就是要专给有需要的人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纾困4.0 政府助你渡难关 疫情严峻还要经营促餐场馆 纾困让您喘口气 金融市促餐场馆经营业者 土地租金每月减收50% 权利金最高减收35% 不住时间 从5月1号到7月31号 快拨打各纾困专线 金融市民纾困咨询专线 24224897 美丽金融影片征选 即声音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了 金融是一座进步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年我们以A City for All 为主题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专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86000元 希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印象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应征的张先生 你们不是说会再通知我上班时间吗 都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耶 怎么都还没有消息 先生 你以为来填个资料就能保证录取吗 你想想怎么可能嘛 诶等一下 那至少是不是这样存折 要还给我吧 我还花了好几文块 买你们公司的产品 你们这样不行 我要退费 文文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楚 喂 求职房片 请记住三要七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劳资关系科提醒您 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非常谢谢大家 那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那我们还是秉持了传统 来举行这个风年祭 以及祭祖的这个仪式 我想这个是我们原住民族 精神文化的一个传承 绝对不能中断 那虽然现在在疫情二级警戒当中 不过我们非常谢谢 各位的一个安排协助还有配合 那我们还是依照防疫的指引 来进行相关的活动 那一年一度的原住民的风年祭 它代表的除了是丰收 也是祈求上天 这一年来的恩赐 那我觉得这样的今天的风年祭的比喻 非常的好 就如同我们面对疫情的过程中 像昨天的疫情就是加零 也因为上天的恩赐 让我们在面对疫情的痛苦 大家逆境而上 大家团结一心 那原住民风年祭代表的原住民 不论是我们原本的原乡 或者我们出外打拼 在每一个地方举办这样的活动 尤其在我们的基隆寺 举办这样的原住民风年祭 我相信对于不论是我们在这边工作的 从原乡牵出来的好朋友 或者在我们城市生长的第二代 第三代的原住民来讲 他都是一个跟本土 跟族群认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这个疫情当中 能够将基隆市把疫情 防疫的工作做得更好 而且在防疫的各项不管是就业媒合 跟各项紓困的协助之下 我们基隆市真的让我们体验在基隆 真的是幸福的 所以今天我来讲 我来讲给大家的爱情 感谢观看 在的总统 一位 是 有名统 的 有名统 给大家 冲绳的三线琴 搭上原住民传统舞蹈 这里是基隆近年最夯的打卡景点 正宾渔港色彩屋 有科技公司与在地业者合作 共同向经济部申请城乡创生转型辅导计划 创立了正宾渔港第一间创生中心 透过VR等数位科技串联原名文创及历史 希望提升和平岛色彩屋周边经济发展 这个地方创生不同点是我们这次或者是中央经济部的补助 然后在全国330个案子里面 却平而出了少数其中之一 然后算是一个基隆市最大的创生的计划 然后它整合现在运用的四个数位科技 循环经济然后还有体验经济 然后整合我们这个计划发掘的地方 和平岛彩色打案这个区域的四个大元素 就是历史文创古迹跟美食 我们希望来创造繁荣地方 然后鄰居地方的共识 然后增加人口来移入 青年能够回来这里 然后创造这边的地方创生的经济 像飘仁木制作的艺品 还有这个用拉环制作的包包 就非常具有原名色彩 多位市议员都出席这场开幕活动 提供展示空间的原住民市议员陈明健也很认同业者的作法 这个地方原本是我的服务处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非常乐意的来协助 所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地 大家一起共同为我们基隆市 这些的有一些创意的 尤其是年轻人 大家一起来努力 把我们这个正兵一港 甚至这个彩色屋 这部分能够带动作为我们全台湾也好 但国际上能够都是一个我们最好的一个景点 希望在这个活动能够让多一点我们这个游客能够知道我们这边的特色 尤其对我们原住民的了解 那也希望我们有一些好朋友能够多多来持游 基隆市政府裁判处长黄坚峰表示 近几年基市府在这里举办多项活动 还将周边红砖屋打造成清创基地 就是希望让这一处北台湾发展最快的光景点 能有效带动周边发展 因此对于这一次由中央辅导的色彩屋 注入地方新活水计划 基隆市政府乐观其成 我们也很开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那公司就在这边在我们正面和平岛 彩色屋这边拿开了创生地方创生基地 那我们也知道说这边有ARBR 那还有融合原住民以及在地的元素 我觉得这是一个地方创生相当好的案例 彩色屋注入地方新活水站不站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 台北市计划推出的振兴加码方案 台北熊好券 分为价值新台币1000元的住宿券 以及各100元的想购券 艺文券 运动券 集市集券 五种票券 分数超过100万份 整合于台北通 预计9月下旬开放民众填写意愿优先顺序 并择其公开抽奖 我们要按照不同的行业 因为我们可以做精准的补贴 什么意思 比方说住宿券 想购券 包括零售餐饮业 艺文券 艺文产业 运动券 市集券 意思是说我们会 先决定说我们 大概要5亿多 在不同的类别可以去做分配 然后如果你 因为那个类别月 如果我们签给他多一点 这个就补助多一点 所以我们要按照我们的 按照实际的这种判断 在不同的行业给不同的面额 来台北过界的旅客 可以使用住宿券 去折抵 安心旅宿的费用 发行数量最多的 想购券 它可以用在零售业 跟餐饮业 让你买东西 吃东西 生活消费一把抓 喜好艺文的朋友们 可以使用艺文券 在艺文相关的店家做消费 包括街头艺人 都是你可以支持 及打赏的对象 热爱运动的伙伴们 绝对不要错过 可以在各运动场馆 尽情飞洒汗水的运动券 作为老饕的你 更要把握机会 在台北的传统市场 跟夜市 大蛋美食的市集券 熊好券采数位票券模式 民众中奖后 可以透过台北通APP 到合作店家消费 点开票券 扫码店家专属的活动QR Code 即可献上付券 并完成消费折地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为在松山区南京东路五段 知名素食餐厅 玉莲斋 无预警歇业 餐厅现场已经放置招租告示 北市卫生局已经立案调查 要求负责人说明 台北市法务局小宝瓜 呼吁手上仍有餐券之消费者 在信托履约保障期间内 紧速向信托银行申请退款 依商品服务礼卷定型化契约 应记载事项的规定 礼卷发行人必须提供 自发售日期 一年以上的旅约保障机制 本案预连在餐券 是由新光银行办理 预收款信托 储存在信托专户里面 所以呼吁持有预连在餐券的消费者 如果餐券还在旅约保障期间内 请尽速向新光银行申请退款 如果手上的餐券 已经超过旅约保障期间 礼卷的发行人还是必须要 负担这个发行礼卷的责任的 所以持卷人还是可以 跟礼卷发行人主张权益 这个部分台北市政府已经立案调查 会请礼卷的发行人来说明 对于这个部分持卷人如何进行退款 法务局提醒消费者购买礼卷时 要选择有履约保障机制的合法礼卷 避免事后权益受损 也可以到法务局网站查询 礼卷履约保障相关资讯 有消费上的争议 也可以拨打消费者服务专线 1950或1999转7812 法务局将会提供咨询及协助申诉 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欢迎订阅